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带我此乘归来 我就娶你为妻 好 我等你 宋依哥哥 瞒人凶险 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地回来 小姐 小姐 什么事啊 小姐 老爷要把您嫁给城主 什么 父亲将东霖城给了宋魏 为什么连灵儿也要抢走 宋依哥哥 灵儿不要嫁给他 灵儿非你不嫁 灵儿 小姐 老爷到处找您 万一他们找过来了后果不堪设想 您还是快跟我回府吧 去那边看看 求你了 小姐 快走吧 我对你的心意永远不变 我这就去找父亲 我无意令 誓死不从 灵儿 你千万不要做傻事 千万不要 我们从长计议 小姐 关外圣传 鹰这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若有一只遇到危险 定一只会不顾一切去救他 绝不毒火 我命人打造这对鹰绍 就是为了向你证明我的心意 灵儿 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们一定会在一起的 好 苏语哥哥 我答应你 如果有一天 我不幸嫁给了苏薇 我确实定会交代他后院不得安宁 我会帮你 夺回东陵城 原来如此啊 原来这吴玉玲和宋医 本来就是一对啊 都是老爷和老城主棒打鸳鸯 奴婢也很难过 我 宁儿 你不记得没关系 但是那密道你可记得 密道 那你知道密道在哪儿吗 奴婢知道一点 可是具体情况 您跟宋将军从未跟我说过 都这个时辰了 夫人你该喝药了 我这就去端过来 你 密道 许兮兮还留了这条线索吗 没记错的话 我现在应该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 这什么样的密道呢 这密道既然这么重要 说不定可以找到 让我回答现实的办法 可是 密道在哪儿呢 密道 吴玉玲 你快点出来让我走吧 我保证啊 你出来之后呢 我一定给你写一个特别好的剧情 行不行啊 哎哟 哎哟 哎哟夫人别打自己了 快把药喝了吧 行行行行 赶紧给我拿走 中药又苦又涩的 这个屋里每天都是这个味儿 好 夫人 这是陈美人送来的牛乳酥 她说夫人每天喝药嘴苦 你看 这奶相四溢的一定能解苦 真挺好吃的 你来吃一个 谢谢夫人 你来 拿来 陈美人 陈美人在小说中 可是处处针对吴玉玲啊 你刚刚说 是陈美人送的牛乳酥 嗯 我得先下手为强 走 我们去谢谢她 哎 夫人 您先把药喝了呀 哎呀 药不喝了 赶紧走吧 走走走 陈美人 我来了 夫人怎么来了 啊 那个 牛乳酥吃了吗 吃完了 特别好吃 那就好 哎呀 妹妹 今天这个神情 为何如此慌张啊 没有啊 你是有什么事儿吗 没有没有 没事 没事就好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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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夫人 夫人 你怎么了呀 夫人 去教太长吧 就说夫人突发恶极 危在旦夕 夫人 吓到了吧 没事 坐吧 绿伦 你是不是以为我吃了你的牛乳酥就中毒啦 你以为你那牛乳和我正在吃的中药相克对不对 对不住呀 妹妹 我没有喝那副药 而且即便我喝了 也不会有事儿的 许希希啊 许希希 你到底做过研究没有啊 这牛乳和中药同时服用 怎么会变成致命的毒药呢 我今天来呢 其实就是想告诉你 你这妆 实在是太浓了 不是 饶面 不是 饶面 你的意思是 这些这张 不能要了是吗 我说你们府里的这些女人啊 承天你逗我我逗你又什么意思嘛 就算你把我堵死了 你觉得城主就只爱你一个人了吗 你要明白 取悦自己 比取悦那些男人更重要 你看你成天化成这个样子 哪儿来的自信哪 臣妾 臣妾死都非都 来 先起来 这样吧 你去西巴里 我来教你 怎么取悦自己 夫人好厉害 一顿操作猛如虎 臣美人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那当然啦 在美妆这块 我还是很有心得的 好可爱 哎 夫人 咱们咱们好久没去划井了 咱们好久没去划井了 要不今天只好去转转 划井 喝个东西都跑这么厌 一定很好喝 当然啦 这可是夫人您的最爱呢 这么苦啊 没错 夫人 这就是您最爱喝的老斑酒苦茶呀 这 茶是好茶 就是太苦了点了 这不能续命啊 续命 对 续命 我现在急需一杯奶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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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立刻马上 我要牛奶 血糯米 冰块 蜂蜜 白糖 快去给我拿来 夫人 你 你能说得慢点吗 我要牛奶 血糯米 冰块 蜂蜜 白糖 听清楚了吗 哦 夫人 糖的每日用度是有规定的 对 对 而且现在 还没有到冰窖开的时候 夫人 这牛奶我们也没有 你去冰窖敲冰 牛奶沉美人的理由 你去借一点 你 拿点钱给厨子想办法 让他云点白糖过来 一盏茶的工夫 这些我都要看呢 这 露着干什么呀 快去啊 是啊 走 正巧没有机会单独去找宋义了解密道的情况 不如 请他过来喝奶茶 不就可以问清楚了吗 绿罗 去把宋将军请过来 是 此次一战 将军无故消失千余兵马 是 本王今日在朝堂上 未曾发难 已是给足你面子 本王今日过来 就是想听听贤弟 该如何解释啊 此仗我军父辈受敌 本就已断粮二十余日 如不是臣弟冒死突围 恐遭全军覆没 是吗 宋将军 还未解释那千余兵马的去向 当时战场混乱 死伤无数 那千余兵马 莫不是做了投诚之人 敌方军营里 我们的探子 可未曾禀报由我们的人投诚 是 臣弟为你打江山 守边关 难道还敌不过那千余兵马 城主如若不信 那便治臣弟的罪吧 话已至此 希望你好自为之 玉罗 你在这儿干什么 禀城主 夫人说要请您品茶 不过您跟将军谈事要紧 我这就去禀报夫人 不必了 你先回去吧 本王等一下就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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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恶点赞 请不吝点赞 心里泛起便宜 过往爱恨逃避 就都化作思念不可期 心里泛起便宜 过往爱恨逃避 就都化作思念不可期